今天的中央总理纪念周 是由中央民意委员沈宗汉秀 农副会主任委员李重道提出报告说 台湾总理的发展 将必须有幸的资源 透过整体性的规划 导入有计划的发展 他有说 农副会目前正在积极的 跟各有关的单位 进行各种基本资源的调查 并且进行各种基本资源 先进行示范农业区域发展规划的工作